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开大火把水煮开 出浮沫的时候别着急 马上给它撇掉 等水全部开了 浮沫集中在一起 再给它撇掉 不然会弄到汤里面全是小木木 放几片生姜 盖上盖 用文火慢炖两小时 今天煲汤用羊肚菌和木耳 先炖一小时 然后把蘑菇和木耳倒进去 再一起炖一个小时 炖汤的时间呢 我们来做其他菜 鸡肉洗干净 放到蒸锅中 放上几片香 上去之后呢 盖上盖 用中火蒸20分钟 如果鸡肉很大 可以适量的延长时间 蒸好用筷子扎一下鸡肉最后的部位 不出血水即可 稍微放凉 剁成小块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吃鸡肉的蘸水 生姜和香葱碾碎 沙姜拍碎 再准备一个大蒜 放到一起给它冻成蓉 加上点白糖 生抽或者是蒸鱼齿油 淋上热油炝香 再浇点蒸出来的鸡汤 再来炒两档蔬菜 锅笋和胡萝卜 八层丝 当然刀工好 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用刀来切 锅中加上猪油 油温微热 下入蒸木炒香 蒸木下锅就要开大火 把锅的温度升上去 然后下入双丝 翻炒 炒到微微发粘 关小火来调味 加上盐 白糖 生抽 再继续开大火翻炒 把调料炒匀 出锅之前你让点陈素提味 一道好吃又健康的小炒双丝就做好了 台湾白菜简单的清炒一下也是非常好吃的 一样用猪油来炒 还是爆香蒜末 然后高油温 加入白菜 把白菜炒软来调味 加上盐 还有生抽就可以了 继续来炒 把白菜的杆子炒软炒入味就可以了 现在汤也炖好了 盛出来 根据家人的喜好 再加盐调味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我们家开 盐调味 好看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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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